哈囉 大家好 我是阿基 今天呢 我一直想來實驗一件事情 那就是 糖心蛋 它中間的蛋黃大部分都是半熟 或者是一種很奇妙的熟度才會吃出那種神奇的口感 今天呢 我就是想要來實驗看看 如果我煮的蛋分別是 3分鐘 6分鐘 9分鐘 2分鐘 這四種蛋 醃製出來的糖心蛋 會有什麼樣的差異性呢 我個人是蠻好奇的喔 今天就是來做 糖心蛋特輯 之前呢 胡子也有做過類似的實驗 不過它的實驗呢 跟我比較不一樣 它是把飲料拿去醃蛋呢 那如果還沒看過影片的話 在這裡 那麼還是請跟各位說一下做法 沒錯 要有這四個容器 我們分別呢 要標記出 3分鐘 6分鐘 9分鐘 12分鐘的蛋 配料的部分 醬油跟味醂 那麼我已經在廚房熱醬汁了 所以我們先等醬汁煮好 放冷 我們就來煮 蛋吧 OK 水滾了 那我們淘在旁邊 這一碗冰水 接下來冷卻蛋了哈 好 那我們計時 3、6、9分鐘 下蛋之後開始 開始 OK 3分鐘 3分鐘的蛋 不行啊各位 3分鐘的蛋 根本 根本就不能撥啊 喔NO 好 我們時間準備要到了 6分鐘 然後我們第一個6分鐘正常的蛋 安置 OK囉 GO 9分鐘的蛋 9分鐘的蛋 OK 12分鐘的蛋 因為剛剛那個3分鐘的啊 實在是 太難撥了 所以我們挑戰 4分鐘的 好不好 4分鐘 我們把這個蛋 放進去 4分鐘 開始 到了 4分鐘的蛋 蛋超軟 感覺隨便就會破 所以要 非常的 小心喔 那他們要延遲24個小時 所以 我們 24小時後再見囉 過了一天 我們把醃好的蛋 拿來工作室囉 之前啊 鬍子 讓我吃了 來讓鬍子吃看看 我這個精心的 用分鐘數來熬煮出來的 糖心蛋 鬍子 Yeah 欸 好眼熟啊 很熟悉的場景 這個場景 似曾相似 不過你今天醬汁 帶來正常多了 還是其實它是可惡的 沒有 它是正常的醬汁 我先不跟你講 哪些是幾分鐘的 好 OK嗎 OK 然後去試吃看看 感受一下 1692 好我們先開這個小盒的 好 準備了 我們要來看它一半的感覺 是怎麼樣 好 好 就給你看就知道了 6分鐘 你確定 我確定 你都會看一下鏡的畫面 欸欸 第一隻了 沒關係 我們要再查 所以我上次煮過7分鐘的 這個比7分鐘的再生一點 所以是6分鐘 來 開吃 欸我覺得這應該會很好吃耶 這要吃 天一吃 來 3 2 1 嗯 好吃 喔 最航心蛋 好好吃喔 那好像是做那個 再來是這顆 所以看一下外表 這個顏色看起來應該是12分鐘 我猜 剛忘了跟大家講 我剛剛應該先給大家看 就是答案在這邊 喔 對 可以看來就答案在這邊 然後大家可以 看看我們覺得是不是 是最好吃的 欸 欸 沒有想要弄那麼熟耶 12分鐘應該整顆是 喔那這一顆應該是9分鐘 剛剛那一顆可能是6分鐘 看那盒看有沒有更熟 它薄麵是這樣子 好熟喔 開始有點粉了 這不是 這不是兩天蛋 這已經 有點乳蛋了 它看起來有沒有更熟的 如果它沒有更熟的 這個就會12分鐘 可是這個其實味道 我覺得沒有到很差 可是 沒有半熟的話 吃起來會有點怪怪 對 這整顆是軟的 我看這4分鐘了吧 哎喲 蛤 哈哈哈哈哈哈 這太暈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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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等一下說不定 這麼軟 欸 它超好吃啊 欸它是 哈哈哈哈 好可愛喔 它是一個扁的形狀欸 它是 絕對4分鐘 太明顯了 喔喔喔 流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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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這很不錯 很烏魚蛋耶 好好吃喔 我覺得 以後 整個日式拉麵店 可以試一下4分鐘的蛋 欸我覺得4分鐘的蛋超好吃 我覺得每個人都喜歡那種口感 對啦 關鍵就是這一顆啊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12分鐘 這太明顯了 這整個已經是滷蛋了 但是沒有那麼黑耶 為什麼喔 不知道欸 這一顆是12分鐘 然後這個是9分鐘 6分鐘 4分鐘 哇 好狠喔 就是 就是滷蛋 明顯的滷蛋 從此猜的呢 沒有錯 當然啊 太明顯了啊 會不會是 你煮得太熟 它的那些滷汁味道會進不去 對 像這個它就沒有很進去 表力很鮮 然後裡面就 下一次 如果你想要讓飲料的口味 更進去的話 就代表你煮的時間要是4分鐘 欸 對耶 然後就會 Oh shit 好 那我們測試完了 OK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按下訂閱還有喜歡 想去看更多的話 不放右邊的更多影片 那記得訂閱胡思的頻道 還有去看上一次我們 到底吃什麼 對 對不對 好 那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